大家平安 我是Jackie 你如果刚才叫我Jackie就可以了 其实我们在这个名字 在世界上没什么重要性 大家都一样 你做什么东西才是最重要的 你做了什么事才是最重要 不然全世界那么多人 没有人会记得你 我们今天再来继续讨论这个国跟家 国与家其实是说起来很简单 要成为国家只要四个条件就好了 要成为家也是要四个条件 对不对 你们上过初级班都知道 要成为国最简单的 在中国的思想里面 在围墙里面 就是城墙里面 杀人灭口就可以成为国家 但是要成为家 你家里一定要通通是租 你家里如果不是租的话 就不能成为家 中国的文化是不是很简单 看文字就知道它的文化 要成为国就要杀人灭口 在城墙里面杀人灭口 不过他们也有在进步 他们现在怎么进步 现在要成为国家 不需要杀人灭口 只需要里面有一个王就好了 对不对 所以他们有在进步 但是国民党从来不进步 所以国民党会打输 就是这个原因 这个你们大家都爸爸 这个说中华民国的国户 对不对 你们知道 他最出名的一句话是什么 你们人叫三民主义是他的出名 不是 他最出名是他的外号 他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 顺之则昌逆之则亡 是怎么要这么说 你如果逆这个世界的潮流 一定会灭亡 因为国际法 这个国际法 你如果逆它 你就要灭亡 你如果顺它 你才会生 其实他是美国人 你知道吗 你都叫他是中国人 搞错了 他是美国人 这是美国移民局解密的档案 他是偷渡到檀香山 有没有 他被抓到以后 他说我出生在檀香山 对不对 他也在自传里面也说 他出生在檀香山 是不是 美国的法律怎么规定 在我美国的土地 美国的交通工具 美国的船 飞机 出生都是我美国人 所以他在檀香山出生 一定是美国人 对不对 他的外号叫做孙大炮 你们Google一下 Google上面图片 你打上孙大炮 就是他的照片 所以 他是在檀香山出生的 夏威夷人 这是移民局档案解密的 他亲笔签名的文件 这是第一份 宣誓 要成为美国人也要宣誓 就像中华民国一样 中华民国你要选举 也要宣誓 不是像他的宪法规定 他现在的宪法规定 怎么简单 只要年满20岁的国民 就自动成为公民 对不对 这就好像说 规定 你只要年满18岁 就自动拥有驾照 同样的意思 这样就像什么结果 大家都有驾照 怎么可以这样 不可以塞车也有驾照 对不对 所以规定是不合理的 不合宪法 你如果要下主角 第一点一定要行宣誓 宣誓成为中国人 宣誓成为美国人 我们再当成为美国人 不是说我钱又更多下去 钱又更多没用 现在你全世界 你要去找找一个国民 公民 同样都要资 台湾最赞 台湾现在你申请台湾的公民赠 一千块而已 好啊 竟然还这么差一千年 很奇怪 你去到美国你要 投资几百万的 去到加拿大几十万的 美金 去到全世界都要一国 最六五的 就要几十万美金 好像台湾最赞 一千块而已 不然大家都不敢开 不然不然 这是移民局解密的第二份档案 第三份档案 你们这个人 这个人 这个人是宋教人 宋教人 他组织国民党 你怎么叫孙中山组织国民党的呢 孙中山不是 孙中山是同盟会 星中会 对不对 除了同盟会以外 中国那时候还有什么 共和党民主党统一 有没有 这三个大党 但是这个宋教人 他组织了国民党 组织国民党以后 他声明大政 就被暗杀了 所以没多久就撬掉了 这个人 才是创国民党的人 你们不要以为是孙中山 或是蒋中正 所以历史要 不要相信他们讲的历史 他们讲的历史都是假 你们知道这支什么国旗 上过初级班都知道吗 这个大清帝国的国旗 大清帝国本来没有国旗 他就是他的留学生 在那一百九年的时候 去美国留学 人全世界 大家国家都有国旗 怎么只大清帝国没有国旗 咱咒请皇上 用这一支国旗 代表大清帝国 这支五色旗呢 是中华民国的国旗 你不能叫中华民国是这支呢 中华民国这支是海军旗 这支才是中华民国的国旗 创 因为你是投票 大家要投票选的呢 这支是在1946年宣法里面明定为国旗 1946年他已经流亡到台湾来了 这样就不是算国旗了嘛 那是流亡政府旗 在1954年那时候才公布 这在故宫太和门也有五色旗 那支哪个黑白的兄弟而已嘛 对吧 这五色旗的游行 1918年11月14号警校学生游行的队伍 都是五色旗 为什么有这个五色旗 就是五族共和嘛 汉满门回帐嘛 对不对 他们讲到很大声嘛 他们的国会啊 这个这是国会哦 不是这个 这个是党会呢 对不对 国民党党会啊 这就是国歌啊 三民主义这是党歌啊 所以他从来 从来看台湾以后就没有跟你们讲说 是这个是国歌哦 是你们误会了 唱的时候他明明就上无党所终啊 那你们不要误会这是国歌哦 他只是名义上叫国歌他是党歌哦 林肯啊 在1963年11月19号演说一段经典名言就是哦 一个政府如果是名有名字名想的政府哦 他的这个政府永远不会消失 所以哦 孙大炮他的三民主义就模仿他了 因为什么 因为孙大炮他是美国人嘛 他的主义啊 也是民生民主民权嘛 一样嘛 对不对 其实哦 资料这个国家哦 是美国跟苏俄在争管理权啊 刚开始的时候 是这个资本主义哦 占上风嘛 对不对 因为美国人在管中国嘛 资本主义的胜利嘛 对不对 但是后来呢 共产主义他算了啊 中华人民共和国就 变成在管理中国了嘛 对不对 所以全世界哦 就是这两大主义在争啊 啊 我们为什么叫他吉娜 吉娜这个名字哦 就是菜纳的意思 菜纳就是瓷器啊 这个你们字典查一下 就知道 什么叫做菜纳 菜纳就是瓷器啊 中国这个地方 他很会烧瓷器 所以他最靠近 韩国的地方那里叫外之纳 中那个洛阳平野那里叫内之纳 南之纳 还有交扯之纳 交扯之纳 这里是在越南的南部 密之纳 密之纳是现在的那个缅甸的首府 还有一个叫法蜀印度之纳 法蜀印度之纳是一个联邦哦 他是在1885年 清法天定的天津条约里面 中国啊 正式放弃越南的宗主权 啊 所以古时候会烧陶瓷的地方 都叫做吉娜 这里就是外之纳 有没有 内之纳 南之纳 法蜀印度之纳 交扯之纳 这里还有一个密之纳 法蜀印度之纳就是现在的三个国家的组合 就越南柬柬埔寨还有缅甸 组成这个法蜀的印度之纳 洛阳平原是在这里 开封府 古时候 印度尊称大唐帝国为大之纳 古时候佛教徒称印度为中国 等佛教徒到这个中国来的时候 他才叫做中国了 因为他们佛教徒有一个自我为中心的那个理念 所以他们到哪里都成为中国了 这是孙大炮 写给日本首相 大魏伯爵首相 他写的这一张是密函 全信 整张信没有标点符号 因为以前的中文没有什么标点符号 对不对 很正常 中国是到那个武士运动以后 才会有标点符号 你是那个白话文的时候 那个胡适 怎么讲 拜起大魏伯爵首相阁下 却为今日日本以 助支那革新 以旧东亚为局 而支那之报酬呢 则开放全国市场 以汇日本工商 这是孙文他自己讲的 有没有 他自己都叫他自己是支那 所以没有人说他们支那是什么贬低的意思 没有 可以去 可以跟英国一样强大 講來講去都是兩國合作 但是中文有一個有趣的現象 我如果這樣答應你了以後 你都做到了 以後我會不承認 為什麼 我只要把標點符號打上一樣 意識完全不同 他說開放全國市場 以會日本工商對不對 他也可以標點符號就開放 全國市場 這個會日本 以會日本工商這個就可以標點符號亂點 所以中文就是這一點差 你們跟他訂合同的時候 千萬要注意 千萬不要用中文為準 用話文 用日文 用德文 用梅語 英文 就是不要用中文 中文他標點符號可以隨便亂點 就跟那個文化 他古時候叫什麼 叫官字兩個口有沒有 要怎麼打都是官來判就好了 他如果要判你有罪呢 很簡單 辭馬 辭馬商人 你如果要判你沒有罪呢 也更簡單 馬辭商人 馬自己跑到商人的那個沒有辦法 所以你沒有罪 你辭馬商人你就有罪 所以中國文字就是這一點好處 都可以 都可以彎 他 瓷氣 瓷氣 瓷氣就是 雞納 雞納的優點 很多 他 非常容易清洗 只要水一沖就乾淨 對不對 又漂亮 清 清脆有生 對不對 這是後半段 閣下 岩石概句 關於什麼歷史文佛 這些講一講 都是答應日本的條件 他都自己講 他自己是資納 這個Google上面 你只要打上孫大炮 就會有這些了 可是 吉納這個民族 也很容易清洗 為什麼 跟瓷氣一樣 怎麼好清洗 他只要 炸就可以了 這個人 燒麻不要輸 燒坐也不要輸 不過燒打也不要贏 你怎麼拍到 中國人做一錢錢贏嗎 燒坐也不要輸 不是不要贏 所以他們燒眉燒紙都不要輸 就這樣 燒了 燒之後 只要 燒就好了 很簡單 對不對 燒之後 就水清了 所以他們 都塗層 如果 燒起來 白風頤 開始塗層 燒 放火燒 古早的東西都把它燒好 所以現在他們的鼓聲沒有一種說比較久的 都是清條的而已 他們的狀聲 他們的性格完全跟瓷器一樣 怎麼一樣 很脆弱 表面很漂亮 對不對 瓷器很漂亮 但是 啪 就完蛋了 因為誠信也完全一樣 誠信跟歷史都一樣 很漂亮 但是非常脆弱 只要稍微一戳就破了 這是習近平 習近平在2014年的時候 他發表演說的時候 這是什麼文 這是滿文 所以是什麼人 萬少人 任人就是說他們現在的統治階層是漢人 搞錯啦 習近平常常常強調 儒家等傳統的文化的重要性 協和萬邦 闡述中國的外交政策 強調中國自古就是愛好和平的禮儀之邦 但是同時呢 跟周邊所有的國家海域 糾紛不斷 中國方面 堅稱這是保護自古以來 就屬於中國的領土 你們知道嗎 自古自古 盤古開天嗎 還是女蛙補天 還是要後裔設日 長而奔日 奔夜 自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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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台灣都我們說的 不可以用自古的 自古 自古 我們做買台灣的時候 你們都還沒出事喔 所以 不可以用自古 中國人 最厚騙 好不好 36個 每一個個都是騙的喔 對不對 每一個個都騙喔 拋磚於利 混血 墨魚 借私房 每一個個都騙喔 這樣說很厚小錢 所以 建政不得贏 這歌很熟的對不對 萬里長城嘛 萬里長城 萬里長 長城外面是故鄉 長城的外面是故鄉 你是什麼人 你就是你真的漢人喔 漢人故鄉都在長城外面 這樣你會是漢人 是那個他人的 他有蒙古人 蘇俄人 匈奴 賢卑人 不只會在長城外面 對不對 你的故鄉在長城外面 你說你是龍的傳人 這樣 長城喔 好漂亮 自他們祖公 祖公的祖公 幾千年前就開始起了對不對 有偉大嗎 好像很偉大 你如果人家來人家參觀 你會帶他去參觀你家的圍像嗎 你家的圍像 蓋多漂亮 蓋多寬 蓋多寬 外面都我的土地 這句話也不聽 人家笑一下 你圍像到這裡 外面你們的土地 人家不是鬼 你人家到神經兵 你人家變成兵 我餐開始 我們家的土地 時教善不去 同樣的意思 那不可以後面講的 你知道不知道 這萬德拉去參觀的時候 我想去照他去看長城 萬德拉照到 好外面你們都你的土地 整個就去哪兒去 你說哪有人全世界那麼傻 蓋這麼大間的價格 比柏林圍牆壯觀一萬倍 比我的建議壯觀一億倍 這樣說帶人去參觀 每一國的領袖 你來拍萬里長城的照片 每一國的領袖去參觀 大家都很愛笑 笑到說怎麼有人這麼傻 蓋這麼高的圍牆要做什麼 好大的建議 連鐵窗都不用 這樣 他是首位的美國 南非的黑人總統 他說沒有人一生出來 就會因為膚色出身 或宗教去恨恨一個人 恨需要學習 既然人民可以學會恨 那麼同樣可以教會他們愛 愛比恨更容易走進人的內心 所以全世界都在教什麼 教愛 只有中國人 這個錢人教你們怎麼 要優好 要孝順 我給你們問問 你們哪個最優好你們老婆老母 好我老婆 照三餐都沒吃過腿 不過你們如果不愛你們老母有好嗎 你又比較優好就嫁了 你不愛你的老婆老母 你只是優好不愛 你知道嗎 你要愛 要有愛因 這是優好 你優好更多 沒有愛你都嫁 其實他要跟你教的是 叫你們要優好皇帝 要孝順皇帝 minus board 他是第一個美國 南大會民選總統 納爾遜 曼德拉 在2013年去世 95歲 他因为对抗南荷的种族歧视 得坐牢27年 他说的最好的一句名言就是 教育是用来改变世界最强的武器 所以为什么你们要来上课的原因在这里 我重认种族歧视 因为我认为那是很野蛮的 不论是来自于黑人或白人 不论是黑人和白很合分 对不对 黑人和白连分就不用分就知道 哪一个黑人哪一个白 不论是黑狗和黑狗和黑狗分不清楚 为什么 因为黑狗是青梅 对不对 他是文味道的 所以看不出来 黑狗和黑狗跟他不一样 他只要文味道就好 所以黑狗是青梅 对不对 他是瞎的嘛 所以他要文味道 很简单啊 红蚂蚁就利用这个习性 杀了黑蚂蚁以后 把他的体液涂在身上 他就变成黑蚂蚁了 他的子孙就在为他工作了 所以这就是黑蚂蚁跟红蚂蚁的关系 漫蚂蚁的蚂蚁的蚂蚁 他的蚂蚁是没亲密的 那很好看的 这样 所以北人 林肯 从黑人解放的时候 黑人 青梅了 不知道 青梅了都说 你为什么要解放我们 我们当奴隶很好啊 有的吃有的住啊 有工作做啊 你为什么要解放我们 解放了以后 我们没有饭可以吃 没有工作可以做 没有地方可以住 所以黑人那时候 青梅了 在暗殺林肯 暗殺不成功而已 这就是黑人的照片 这油画 黑人那时候上船 整船都这样 这是黑人 这是他的解放宣言 现在放在黑海 在1862年9月20号 这时候正在南北战争第二年 林肯声明 联邦掌扣下的州 他的奴隶 最迟于1863年1月1号以后 要解放 就是刚才那份解放宣言 他们这些黑人解放后 什么人最欢迎 乱乱说 黑人感觉很痛苦 没有工作可以做 没有饭可以吃 没有工作可以大 白人呢 没有人可以做工 怎么会更欢迎 所以黑人和白人都不欢迎 最欢迎什么人 龙的传人最欢迎 龙的传人 现在马上有空气 对不对 马上可以代替黑奴的地位 对不对 这就是那种 坐船要坐两个多业 才能漂流到美国 到美国以后 跟那个黑奴坐船是不是一样 只是他们名字不是叫黑奴 他们叫华公 叫龙的传人 是不是名字很好听 对啊 这就是华公 龙的传人 1862年的时候 美国开始修建太平原铁路 建了十几年 工程非常的艰巨 两千多公里 穿越重山峻林沙漠 就是一万多个华公去盖的 不只盖这个 连加拿大的铁路也是叫他们盖的 铁路盖好以后 他西部跟东部一连接 开幕 这些华公有没有在照片上 他们只是奴隶而已 没有人会抗伤他 在清末的时候 民不了身的情绪下 一批批主要来自广东福建的穷苦农民 登上被称为浮动地域的海船 像罐头里的沙丁鱼一样 拥挤建缩在船舱内 日则并肩叠息而坐 夜则交股 驾足而免 在海上漂流两个多月来到美国 做苦力 有记载当年正有四艘船 共载了2523名的华公去美国 途中人数死了1621个 死亡率高达6成4 这就是14三楼一回头 在说这个华公 不是来台湾 来台湾 来台湾有钢筒做 台湾有金康筒说 哦 以前有日本人在那时候 在那时候 台湾哪有钢筒做 所以很多人都没来台湾 台湾那时候没缺钢 我们没去梯楼 这个华公 要这样坐准坐两个月去美国 做什么 做皇奴 这就是冬 死亡率六成多 这就是冬的船人 1918年 登船他也要赴欧洲 去欧洲干什么 去欧洲也是一样 当奴隶 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去帮忙打一战 他们当奴隶 很简单 因为很便宜 为什么 中国人只要求有一口饭吃就好了 对不对 他如果既民都问他吃饱没有 就是这个原因 只要有饭吃就好了 其他的都没关系 所以他们在图 其他人就是在吃饭 这些外国人呢 指挥他们 有没有 他们只在乎吃饭就好了 每一个都留着辫子 有没有 这就是为了全世界的人都笑他们 不干净 不诚实 不守时的原因 你要想看看就好 最简单的 你的头门 如果留辫子扎成这样 你会多久洗一次头 一个月喔 他哪有时间怎么睡头 每天做十几点钟的工作 哪有时间怎么睡头 睡都不睡了 对不对 吃饭都不睡了 哪有时间怎么睡 你想这 如果拨了半年以来 结果会干净喔 这就是龙的船人 整批喔 有的还不是坐船的喔 到欧洲去打一战 说好听的时候去打一战 其实是当炮灰啦 加拿大的太平洋铁路 也是靠这些华奴 在1881年到85年喔 3000多公里喔 参加着陆的公轮喔 1.7万 其中4000多个人喔 葬身于洛基山脉 完工后 加拿大的总理喔 约翰迈克唐纳说啊 没有华工的协助啊 太平洋铁路无法如期完成 加拿大西部的资源啊 也没有办法开发 所以喔 华工贡献很大呢 但是只是奴隶啊 这样 他们抱着花财赚钱的梦想 14万的华工喔 在一战 到法国去到英国去 都是去当奴隶 当奴隶 中国人是自古来 就在当奴隶啊 都一样有吗 到欧洲去啊 排队整齐坐著 等着点名 上船 连南非啊 都请喔 这个 南非是黑人耶 就是黑奴的国度耶 黑人啊 还可以请得起这个皇奴 你看多棒 现在呢 喔 现在更棒 现在当奴隶啊 不用出国啊 对不对 那个 被咬了一个的苹果啊 只要写订单就好了 我订单 那個 iPhone iPhone iPad 一千台 一亿台 郭台铭呢 马上哨子一嘴 嗶 那些人 齁 就来当奴隶了 多棒 连出国的船票都省了 非洲啊 还请他们去种甘蔗 有沒有 收成 加拿大 盖完以后 盖巴拿马运河 全世界很多工程 都需要很多人 很多人 是假的 是很多奴隶 巴拿马运河以后 盖完以后呢 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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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加拿 那个 瓜地马拉 也要盖了 有没有 最近 有没有 全世界第二个 美洲的运河 在那个 尼加拿瓜的样子 也是在巴拿马旁边而已 也要盖一条 这只 是米狗的母牛 他的名字 叫做米尔克歇克 从小跟这些狗 长在一起 他 认为自己是一条狗 你飼料没有放在盆子里面 他不吃喔 多伟大 他不吃青草 他认为他是狗 他的所有好朋友都是狗 他拒绝像其他的母狗一样 吃草 母牛 拒绝像其他的母牛一样吃草 他希望和他的狗朋友一样 食物被放在碗里面 但是他会变成狗 他叫声也不会像狗 只会猫猫叫而已 这个 老鹰 你在Google上面 打上YouTube上面打这个 老鹰与小鸡的故事 这个影片就会出来 老鹰跟鸡生长 跟鸡长大 会变成鸡 您不相信 我一个朋友在花莲 从小就养了一只老鹰 养在鸡笼里面 过去哪里面 所以那只老鹰不会灰 但是呢 他会走 跟鸡一样的走路 吃东西跟鸡一样吃 最后呢 他就变成一只鸡 这个故事 上网稍微看一下 老鹰跟鸡一起长大 自然而然 就会变成一只鸡 而且呢 还是一只被歧视的鸡 为什么 所有的鸡都知道他是老鹰 但是那只老鹰不知道他是老鹰 所以他被歧视 没有一只鸡想跟他做朋友 文献会台湾通知里面 这个第三册六十页里面说 乾隆二十三年 也就是在一七五八年的时候 令 归附的平补族 真法结变 并实施适性的政策 这是在台湾 意令改用汉民 此令一出 雍正八年归附的就六十万多 六十多万 我们台湾的平补族 平补翻 马上就改了六十几万 因为有什么 你改名了马上就有利益 你如果说叫他来办一丁 三千块 没人要来 你来办一丁我三千给你 马上我们就搞了 对不对 所以很简单 他就是这样 你只要来办 来恢复办我的 那个汉姓 汉民 我就给你利益 在那个一七八三年的时候 归附的人数更多 总共有九十一万人 那时候人口也只有两三百万 那差不多一半都归附了 对不对 世姓史 台湾真的 共会祖公 为什么 你都共姓王的 共姓姓的 共姓丹的 所以都共祖公 那时候 那时候 变成了 其他人 他们有种族优越感 怎么种族优越感 他不愿意和台湾的藩 同祖宗 迫使满清政府 紧急叫庭 他们什么种族优越感 就是这个 哪有人可以做老雷 跟我们同样 哪有人才能跟我们那样 做老雷 我们最后 可以将自己的宝贝 切掉来做努力 做什么 他怎么能跟我们那样 你如果不可以 只有我们 汉林才有这个 管理 可以自己 自己的宝贝切掉 做什么 做饭官 对不对 他怎么做饭官 老公英 听到把 叽叽切掉 当饭官 多棒 在旁边这 这饭官 说好听话 说饭官 太监 太监 你们知道什么 现在有太监机 很好吃 有没有 就是这样 所以 那个 那个 中华民国跟 等于台湾 那个 他要选总统的时候 拜托你们给他娶小猪 有吗 现在那时候 我也给他娶小猪 娶一只 娶得很高兴 还在唱舞 要拜托他唱小猪 他说 从猪猪相连到天边 铺满小鹰总统路 你要知道 猪的眼睛是瞎的 为什么 你只要给他有一颗饭吃 就好了 对不对 所以猪的眼睛是瞎的 所以猪的眼睛是瞎的 他说中华民国等于台湾 对不对 台湾等于中华民国 这不知不知 英九跟英文是同样的 他都给你骗 骗说英文比较好 其实 以前都给你骗 骗说英文比较好 以前都给你骗 骗说 汉满文回帐 都比定 大家颜色都相同 都黄色的皮肤 怎么会奇怪 做法庭的都那些 怎么会做总理的都那些 做总统的都那些 都那些 都漫的 都隆的传人 你们是猪的传人 福广克民的名字 都分不清楚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皮肤都同性 都黄色 所以你们搞不清楚 为什么都是满洲人在当 黑白分很容易分 黄色分就很容易 蚊子 蚊子 蚊子你们知道 蚊子对黄色是色盲 他对黄色分不清楚 所以你家要七成黄色的 就没有蚊子 所以 中国人 其他人 都黄色的 所以他们搞不清楚 其他就说 犯官专前 正演出一幕幕的 霍国殃民的惨剧 其中东汉 唐明 三代都为罪 秦国的时候 糟糕 东汉的 这些 都 太贱了 尤其最出名的 这李连英 这些都臭名 一袖万年 这些就李连英 这些都犯官 哪里可以跟我们相资的 对不对 只能说这些可以 合适上奉帝 其他人 不可以 你们这些宣伴 所以他们的历史 都是奉帝在下的历史 对不对 你们就是说你们家 族仆 真正 族仆 族仆 以前是奉帝 才有主仆 一般人 连李都不败 要怎么有主仆 对那个 商朝的时候 商朝的时候 就已经都没有主仆了 怎样 秦国 秦国 将所有的历史 所有的切 都收到 秦始皇 将所有的切 都收到 你怎么还有祖父 你们为皇帝来 你们皇帝的驾孙 炎皇子孙 秦始皇 他也不是漢林 你们叫秦始皇 不是漢林 这有这秦始皇的像 这些说是漢光吾 这是他们历史上头的 什么有点像 根本就同一个人 你想 他们这些历史的人 哪个眼看过秦始皇 哪个眼看过漢光吾 所以他们是王相 你知道吗 这些是秦始皇 历史的才是用生的 所以他们的历史都价 这是说漢光吾帝 长得很像 所以他们的历史都价 你不能就是说 历史 辉煌五千多年 在价的历史 历史是要做什么 历史就是要建王开来 要建查以往 这也当开创未来 你以往都是假的 你怎么开创未来 所以你一定会灭亡 所以中国人的历史 从来没有多长过 秦始皇只有15年而已 对不对 哪一国叫中国 孙中山創的那个 孙中山創的那个 叫做中国 有的那些也是比较像中国而已 以前有哪一国叫中国 大清帝国 大明帝国 大宋帝国 大唐帝国 有哪一国叫做大中国 大中国 自己膨胀一下说 他们是中国 这秦始皇 这也都有的 人家说真的有人看过他 秦始皇在西岩前259年 那时候出生 他的名字叫姓银 名字叫郑 叫银正 十三位就做王位了 三十九位 所以统一姬 秦始皇 创立各种制度 俗诗 前同壁 壁同行 车同鬼 书同文 焚书坑儒 所以所有的书 都烧光了 还说你们有五千年的历史 这些人都学到 秦始皇暴政的代表作 就是焚身坑儒 严重俊法实施暴政 成为专制集权的代名词 全世界所有的暴政通称都叫秦始皇 他是至那历史上第一个使用皇帝称号的君主 始后都称为皇帝 所以叫做始皇帝 有没有 就是壁同行 前同壁 壁同行 古早前就是这样 所以中文的文化裡面 背阿拉下 背就是钱 对不对 背就是钱 尤其那个 现在最流行的那个字 有没有 你们现在Facebook一上去 不是要猛按赞 一直赞 有没有那个赞 赞 就是说好话的意思 说好话 要先用两个钱买 对不对 赞是不是这样学 先用两个钱买你的好话 才是赞 这就是中文的文化 那瞎完的不赞 他的绅士 他的老婆叫做义人 他老婆叫做造姬 司马千公 他是旅步威的儿子 直升了眼交进攻 十年左右就灭了六国 结束春秋战国以来长期的纷乱 国家版图实在 北阔千里百岳之地 尽皆扶手 百岳就是 百岳就是福建 福州庚当 这就是百岳 抵御北边的游民民族 屡次侵犯 修长城 你们就是像 秦始皇一阵这盖长城 不是 秦始皇之前就已经盖长城了 他是把秦国 赵国 燕国三国的长城 连接起来 并扩建 以防匈奥的入侵 所以 秦始皇也怕匈奥 秦始皇吃败也是怕匈奥 怎样 人家就少钱不贏了 所以要去长城 长城就起好了 其实这每一大长城 都第一个人 起这是多艱苦 史记里面就记载 明夫斯谷填品的勾获 相传长城底下 通通是白骨 恐怕不是屈原 所以即使没有武器可用 陈胜吴广 仍然劫肝起义 还成功推翻了秦始皇 没有武器 还可以推翻秦始皇 看秦始皇 那时候根本就是不堪一击 这些建设 什么建设 万里长城 阿芳公 有没有 还有那个兵马俑 所有的钱都花在这里 你现在看到那个兵马俑 那个实在是很厉害 才多久 才十几年而已 所有的钱都填在那里 难怪会马上就垮了 这兵马俑 这要去一桌 是不简单的 这不是说菜 现在在收拾 那是秦始皇说 我的土地有吗 秦始皇这开封在这里 那他们想离破的是什么 秦始皇不是汉林的 汉高座老邦也不是汉林的 你就是他这头前一只汉林 他就是汉林 不是 水高座阳间也不是汉林的 董哥座 李延也不是汉林 元太座也不是汉林 这些都不是汉林的 这些都太汉林的人 对不对 那你们叫他什么 他们的历史书还拥了 对不对 汉高座 台内的人你就叫他座了 水高座 董哥座 元太座 元世座 明太座 清太座 这些都台人的人 都秦立 清太座的国家 你们这些都叫他太座 尤其最 最特别的就是这个 这个陈吉思 他给你们盖他的名字是什么 陈吉思汉 陈吉思汉 这个汉是皇帝的尊称 哪有人把你抹过了 你又叫他皇帝 你当于叛国呢 汉是大汉天可汉 大王的意思 对不对 岩价苗是成吉思铁木针 这些人 李银 李银是八大驻国 他说是八大驻国之一的 元太座 这个是蒙古人 这个是满洲人 这个是契丹人 这个是契丹人 他姓名教 名教就是现在伊斯兰教 伊斯兰教就是名教 元世座是孙 对不对 杨坚 杨坚 都不是一人 杨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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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枪主 他的老伯就是艺人 有没有 这些 台汉大国 老邦 他修秦始皇的兵媚 消灭 楚国 大楚国 他这就是白夜人 楚国就是 建庚当福州这些 就是楚国 大隋帝国是突厥人 大唐帝国是八大驻国的贤卑人 所以 这些都外国人 没有一国和这个中国 我现在说 瑟坚 最后继续 给你 儒家思想 你们要孝 要孙 要孙 为什么 要孙颂皇帝 全世界都在教这个 Beyonce به 有很多的 你不要以为爱 只有一种 愛 你要自己去分辨 男女之愛 兄弟之愛 姐妹之愛 父母之愛 完全都不一樣 你要自己分辨 不懂我才會有很多人 幫你教 所有的鈔票 顏色都差別很大 有沒有 你只要一拿 這個一百的 這個一千的 很容易分辨 你沒那麼誇張 美金 每一種都是綠色的 你沒有仔細分辨 你就吃大虧 你不會分辨 他把你分辨 他幫你分辨 你自己要吃虧 你要自己分辨 才不會吃虧 他也都幫你教 只要有恒心 鐵柱都可以磨成鏽花針 對不對 有利嗎 只要有恒心 不對 這就好像 竹子 只可以磨成牙籤 木頭只可以磨成牙籤 鐵線 不可以磨成針 鐵線 鐵絲 你再怎麼磨都是鐵絲而已 做不了針 要鋼才可以 因為絲那人不會煉鋼 因為絲那人不會煉鋼 很多人足夠 他只能分好鐵跟壞鐵而已 他們都是鐵而已 鐵不能做成寶刀 所以 所以 為什麼他們的打輸 就是原因在這裡 中國人 從來沒有什麼 寶刀寶劍 對不對 你們就是說 以天劍 土龍刀 青龍眼淚刀 那都是小說 那都是小說 你們就是真正有 以天劍 他們不會煉鋼 要磨成針 一定要是鋼才行 讀過 讀過那個 五金的都知道 鋼才可以做成針 他們要強調 好難不當兵 對不對 好鐵不打釘 好難不當兵 好難不當兵 怎麼打勝仗 都是一些爛咖 當然一定打輸仗 所以中國從來沒有打贏過 就是這個原因 又沒有寶刀 又是一些爛咖 當然一定打輸 他們不會爛咖 但是 他們會 會燒池 還會養殘 最厲害的是放沖天炮 對不對 最近他們那個 台北市政府 好先生 他也很會放鞭炮 對不對 一放就好幾億 日本人 在徑兵就不一樣 日本人來台灣徑兵的時候 每一個都要審查 要調查你的身家 要看看你的身材怎麼樣 要看看你的平衡感如何 體重怎麼樣 身高怎麼樣 都要挑 現在好難都在當兵 所以日本人挑的兵 幾乎每一個都是將軍 如果中國人 真的人 每一個都是爛咖 你說怎麼打仗 一定打輸的 所以國民黨只會什麼 轉進 轉進 再轉進 對不對 這就是漢林的地方 漢林四周圍都是蠻椅之邦 東以北敵西隆南蠻 我們就是比較少難蠻的 因為我們說蠻露的 蠻露的就是蠻族人都說的 這些就是蠻露 很多人都已經不是漢林 台灣人還不是漢林 漢族 向為少數民族 早已經被重翻包圍消滅 古時候華夏人 尊稱洛陽盆地 四周的外國人為 東以西隆北敵南門 這些外國人 土地大 人口眾多輪流統治之那 四千多年來 人口距離少數的漢族 血統上早就已經融入多數的異族當中 亡國也亡種 哪裡還有漢族 現在的中國歷史 以漢族為中心 是假的歷史 有漢族漢人這個名詞 是國民黨跟共產黨創造出來的 以前滿洲人 那個清國的皇帝叫他們 叫什麼 叫蠻男人 尼燦 男人 就是南邊的人 尼燦 這是西夏 南宋 金國 被蒙古 打敗的時候 那個時候的地圖 那時候還有土柳藩 西寮 現在叫做什麼 這叫做新疆 這叫做西藏 這叫做西藏 其實如果不是西藏人 他們叫做土博 東圖的提斯坦 東圖的提斯坦 他也是一個國家 那時候 西藏 叫做西藏 打敗的 我聽說什麼打敗 西藏 去打敗西藏人 他叫做西藏人 他叫做西藏人 叫做西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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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說就要建議了 其實上升既然的歷史就是這個 南宋的孫 包青天 對不對 這才是真的既然的歷史 好 他們大歷史 五千幾年來 五千幾年來 五千幾年 唯一出了一個 寶青天 唯一出了一個 唯一出了一個千塊 寶青天 這全世界 講你們 學者普遍公認 十一世紀的大宋帝國 才是真正屬於 吉那海黃金時代 大宋帝國在整個十一世紀 是全世界唯一可以列為最強大的國家 你不懂就是包青天是真的 包青天是連續劇 你不懂就是說他們真的 有包青天這個人 沒有 你自己上網 Google一下包青天 那是中式的連續劇 不是有這個人 中國歷史上面有這個人 他說 這個上方寶劍 如鎮群林 結果呢 他說北京話 你知道包青天哪裡 開封府嘛對不對 開封府在洛陽平原 洛陽平原 都也說好話 哪有一個在說北京話 哪有一個在說萬修法 所以他們是說好話 連續劇看太多了 你就是包青天真的說北京話 其實真的沒有這個人 那是小說 你不懂就是說真的有包青天 他的歷史上面真的有包青天 沒有 真的有的是這個人 這 成績師 成績師他都幫你教成績師漢 有沒有 他的嫁妙這是成績師 他是鐵木針 一二零六年生的 蒙古統一蒙古各部落 尊稱為存績師漢 建議蒙古的政權 其實存績師也不是生做這樣 這樣外界都很慈祥 存績師漢 他那慈祥 哪有可能打到後天 對不對 他圍起來很像你們的祖 對不對 這個漢 這是蒙古文 蒙古文跟滿洲文差不多 很像 他的正式國號就是大蒙古國 忽必烈呢 忽必烈是大元帝國 從來沒有一國叫中國的 蒙古武力興盛的時候 發動三次西征 領導第一次西征的時候 滅了西療花 花辣子魔國 還有亞美尼亞 喬治亞 喬治亞就是 他們現在說的什麼 三小國有沒有 這真的人很壞的習慣 人家比較少的方便 就叫小國 三小國 人家這個三小國 每一國都比你台灣更大 你們叫三小國 他們十二萬的台軍 就天佛打贏了 歐洲六十萬的年軍 所以蒙古人 譬如天佛珍 有的那些慈祥 譬如你們做好的商品 不可能 陳吉思 他一次問他的 保障 他說 人生最快樂是什麼 他的保障說 那春天的時候 騎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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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能當最快樂的人 陳吉思議怎麼說 他說 人生最大的快樂 就是打贏得人 把得人驅逐 奪其所有 見其最親之人 以淚洗面 蹭其麻 那其妻女 這是人生最快樂的 就是見精 這是他的保障 人生最快樂的 說這樣就最快樂 陳吉思哪有這麼簡單 哪有這麼簡單 這樣可以打贏後手 這比較像 陳吉思 這在富爾浩特 陳吉思 他的紀念碑 這蒙古人 這是他們 應該的純青衣 哪有人叫純青衣 他 李慶尼 陳吉思 去世在六盤山 他的繼承者 什麼人 就是富必烈 富必烈為了 報復西夏 抵抗 夏令從 黃帝到喜蓋 全部都殺光 所以一換朝代就是 吐承 把所有人 通通殺光 就變成我的人 你不 不 不服從 現在比較簡單 現在 就抵那個老人 就好了 老弱婦孺 老了 老在做什麼 做奴隸就好了 富必烈 台錢人 有1800萬人 九成的漢民族 都去買去 蘇川在蒙古帝國的時候 估計大概有 2000萬 2000萬人 左右 台灣後 竟然存80萬人 你看這樣幾乎成為無人區 蒙古人 根據 人中 分成四頂人 第一頂是蒙古人 自己 他的地位相關 第二頂是色目人 包括西夏人 跟回徽人 跟 被圖的人 第三頂是 金朝 所統治的那些漢民 跟契丹人 女真人 就是萬少人這些的王 第四頂 就是哪裡 就是漢人 漢人 他們叫做什麼 叫男人 就是南宋所統治的所在的漢人 跟其他各族的男人社會地位最低 就是哪裡 客家人 工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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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些的王 就是男人 統治的對漢民 本來是都要給他帶給他 為什麼 漢民 只要做老材而已 什麼都不要做 福比類本來是要給他帶給他 所有的禪 所有的良田都要做為牧場 因為蒙古人 只會養馬 養牛 養羊 要種 牧草自己會長起來 他們本來是牧羊的 就是因為這個人 這個人叫耶利儲才 勸說 那個福比類 把他們殺光了 留下老弱父母 來幹什麼 來繳稅 來做飯給我們吃 多棒 對不對 耶利儲才說 他們可以留下來納稅 所以很多的那漢人 非常感戀這個耶利儲才 沒有使他們滅種 所以蓋了這個寺 來紀念他 天國 順治二年的時候 史可怕 都軍揚州的軍民 抵抗清軍的圍攻 有沒有 守衛戰失敗以後 滿清征服軍隊 對揚州城內的人民 展開慘無人道的大屠殺 你們只要在Google上面 打上什麼叫揚州十日 就會出來 中國人被打敗以後 江陰之圖 南京之圖 嘉興之圖 金華之圖 銅安之圖 湘潭之圖 太古之圖 這就是都建書以後的結果 屠城 你只要打上南京之圖 或是昆山之圖 濟南之圖 隨便打上哪一個之圖 資料都會出來 現在Google很方便 Google太好了 現在已經沒有什麼秘密了 他們把前朝一推翻 建立了新的朝代 就把前朝蓋的皇宮 寶殿通通燒掉 然後自己再蓋新的 所以歷史證明 只要你打敗了之那 你就可以屠宰了 他就會叫你阿公 叫你阿祖 所以日本 那時候如果沒有打敗美國 那時候已經變什麼 日本天皇 日太祖名人天皇 他就叫他太祖 日本人不是打敗中國 是打敗日本 也不是打敗美國 是打敗美國那兩位元主堂 對不對 元主堂是張誕的 是不合戰爭法的 今天人最可憐的就是在這裡 八國年金 不管哪一國 如果打敗中國的時候 來關中國人 中國人都最幸福的 對不對 最壞的就是他們 人家自己關 不管哪一國 如果關錢人 他們這時候都很幸福的 那時候日本 有幫他們成立滿洲國 滿洲國也很進步 那時候成為烏托邦 因為工業 那時候比日本還先進 還可以自己造車 結果 蘇吾 怕 日本先戰以後 打了一個禮拜的仗 佔領了滿洲 把滿洲所有的金塊 黃金 債券 所有的物資 通通載去蘇俄 所以蘇俄人 現在就過得很幸福 這是台灣 無縮中國的政治基因 在台青一通知裡面 兩百七十二 清掃旗的 台灣府自國奉好之地 無通中國 名叫做東方 明朝的時候 為荷蘭人所戰 熟日本 在六年的時候 才去到帝政公寒 所以台灣是誰的土地 從以前就是日本的土地 這是台青一通知裡面 台灣府自國奉好之地 無通中國 不明熟日本 這是 所以人家帶就知道了 不知道 社官條約那些公園說 掛好人 掛好天空的時候 他又如何解釋 台灣人 男無異女無情 鳥不魚花不香 這個東西不要 對不對 照顧 像是日本人 你們叫做 照顧是潛國人 照顧是 井一龍的嫌 對不對 天一龍是海燦 海燦沒有國籍 沒有一個國家 說會承認海賊 是我們的人 所以他是無國籍的人 無國籍的人 承日本的幕 当然他变成日本人了 变成日本人了 死了他就在日本死的 帝先说在日本死的 帝先说是什么 当然是日本人 帝先说也说立技的 驾驭驶岁的 这些 都叫做我寇 这就变成千国的驾驶岁 就变成千国人了 他那时候 返虎靠 就是河末的时候 返虎靠里知道台湾人 是原住民 在1661年的时候 台敏克才三千两百个 在台的敏克 下面有一个敏克 就是敏南人跟客家人 在台湾这三千两百个而已 第四立台后 扎三万七个兵过来 八四六千 帝先说要来 四万两千的 千回到中国 回到中国 回到中国 是不容易的 是回到中国 放回到台湾 在台湾的 存多少 存不多少 存不多少 这个实录里面 还有什么 敏克被赶回中国 大清帝国 台湾的户口 不管是民 或是藩 全部是藩 所以其他人 因为种族优越感就是在这里 全世界所有都是藩 全世界所有都是藩 犹太人 属全类 对不对 因为那里游就是全 白人 有红毛藩 对不对 红毛藩 有洋鬼子 东夷 南蛮 白蛇 这些都藩 好像真的人不是藩 对不对 最藩的人 就是最藩的人都藩 对不对 那就是 他们自己藩 叫人藩 所以 带生公是日本人 所以 他 他 他还有生两个子 带生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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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生公的本名叫做田川福松 他的小弟叫做田川七佐卫门 他们的家族 现在还在日本 在日本 来台湾发展的 是只有带生公 而已 在日本还有纪念馆 这是台湾的纪念馆 穿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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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 穿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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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很不要臉對不對 怎麼不要臉 你賣家給人的孫子 你的家只有這樣而已 隔壁這些菜圈子在想怎麼賣 有沒有 這樣你有 你有夠不要臉的你知道嗎 你賣給人 你這間家賣給人 連旁邊的菜圈怎麼賣去 我不要臉 還要怎麼說 臺灣是鳥不語花不香 男無情女無異的地方 所以趕快掛掛起來好了 這是1922年的26號 在美國法府所簽訂的 軍備限制條約 所以全世界都有在限制軍備 人家都沒有 簽的人有什麼 美國 英國 法國 義大利 還有 日本帝國 簽這個合約之後 說什麼 要限制 航空母艦 不能超過幾台 你的母機不能超過多少 那就陷入條約了 領頭十九條 明確將臺灣跟澎湖 界定為日本的國土 有 所以台灣人出國 要帶負責 帶負責 帶負責 日本帝國 有 負責 負責 台北官台北 什麼負責 北門街 北門街 很高負責 對不對 清國人是沒有在建立負責 的 日本人 如果要建立負責 他的 官 總共有多少 一百九三年的時候 那時候還在清國 那時候 臺灣的林口有254萬左右 這是臺灣而已 一百九六年 九六年就是那時候 馬官調校已經掛給台灣 掛給天空 臺灣的林口 257萬 差不多三萬而已 1896年 日本也把所有千個人都搬出台灣 因為 根據馬官調校 下官調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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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巫大地方 都驅逐出境 1897年 臺灣居民分線處理手續 通告六條原則 第一條 5月8號前 沒有退出台澎的 而在台澎有一定住職者 依馬官調校 四圍台灣居民 日本的群民 日本的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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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寶貝 日本的天皇的居民 第五條 他說 南緣做到日本人的居民 約十五多 以僕 你要多出口 整個人的 언 言之 辭 only 四圍 二十 三 二十 就是什麼 演藝最好 26的禮母而已 喔 聽開我每年都不滿 對不對 有簡單嗎 中文好像撲一撲 聽開就沒有了 就有六年了 所以 最好的就是演文 最不好的就是漢文 他好像唯一的好處就是看起來很漂亮 寫起來小鳥好像畫起來好像一隻小鳥 馬畫起來好像一隻馬 很漂亮 就像畫一樣一樣 畫一樣畫一樣很漂亮 一敲就破了 他們沒有中文 不簡單 紙碎寒就這樣看著看 為生智抄抄斜斜 一直練習練到大學 還不會作詩 對不對 你投到台北還不會作詩呢 所以喔 他們到一九四九年的時候 還八成的人是穩盲 好奇了人家這麼瘋子 不是青菜人家就瘋子了 他們的文化有毒就是在這裡 所有跟女孩子在一起的都不好的 你們自己查字典 有哪一個字跟女孩子在一起的會好的 跟孩子在一起才會好喔 跟男孩子在一起不會好 跟男孩子在一起才更好 對不對 所以這個字也不好 對不對 女孩子如果越多 越難聽 沒有一個沒有一個跟女孩子在一起的 那是好字喔 連性 性是要生孩子才性啊 對不對 唯一 好像這個 女孩子要越少才會越妙 奇怪 這樣很多人怎麼會不會當正 我相信都沒有 女孩子越少越妙 很多人像你說早就當正 怎麼會沒有我相信都沒有 我這個想不到很奇怪 其實喔 文字應該是要中性的嘛 英文有哪一個字說 偏向男性偏向女性 沒有啦 每一個跟女孩子在一起的都不好 這就出了一個文化 因為文化有毒 你的毒吃了好幾十年 你不覺得毒呢 就像吃粉耶 吃幾十年了 你不覺得吃粉是有毒的 你如果在吸毒的 你在吸毒啊 你在吸毒啊 我在享受啦 什麼吸毒 對不對 尤其那個抽大麻的 大麻現在很多荷蘭啊 美國都合法啊 什麼原因 享受啊 那我在吸毒 我是在享受啊 你當享受啊 被煎了以後不要享受啊 真的耶 這個文化最糟的就是在這裡 你們一個廚師就跟你說什麼 你相處啊 相牛啦 相狗啦 相鯨啦 相鯨啦 相狗啦 相鯨啦 你們當一個像人 每一個都都都跟狗 所以喔 女孩子多虎年 就像鞋鞋血鞋寡水狗 不可能 你們的公子呢 一帖以內才是你的丈夫 超出一帖就不是你的夫 在不在 你們都叫什麼 叫老頭子 殺千刀的 那一千里人很壞的習慣 外國人都很好 Honey 水哈 Angel 多棒 對不對 那就要叫這個三千刀的 老婆 黃年婆 實在有夠難聽 我們叫Honey不是很好 聽得很爽對不對 這三千刀實在不聽 今天人的小姐 只要一出了屋子就不安全了 對不對 你學學看 只要出了房子 女孩子只要出了房子就不安全了 看中國這個社會多爛 所以中國人強調什麼 女孩子要大門不出 二門不賣 所以要綁小腳 不能讓你們出門 因為你們一出門就不安全了 中國人賣就是賣在這裡 這十幾個字 同音字都超過一百個 你如果說你是阿C 是啊 人要問你是哪一個C 我是那個C水的C 不是這個C水的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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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要更改善 這些你要改善一百里 每一里都百多里 其他的工理的 幾十里的還有多少 這些是都超過一百里的 其他幾十里工的還有多少 最好的就是我們台語 我們台語很好聽 只要有五音不轉 對不對 所以他們唱歌不好聽 他們唱歌應該都對台灣人 對不到 怎麼說 因為我們有八音 只要有五音不轉 四音半而已 對不對 我們有八音 我們八音怎麼用 我們八音用這八種動物 代替就可以了 三好把比九九唱六 所有的代語 都可以用這八音給台語 最簡單的 最好聽的就是這個 阿香跟阿香去香港賣的香 真香 都可以說 有好聽嗎 你如果一位 阿香和阿香去香港買的香針香 阿香 阿香跟阿香 阿香搞不清楚哪一個香 阿香 那阿香 阿香 那些人說什麼在香港 香港就是很流行的港 對不對 那些人很驕傲 我們那些是香港的 很鄉的 他們不知道鄉是什麼樣的 這些人算香港的情形 都這樣 他們要出去做路 不是說親差的人就可以出去 親差的人是沒有錢買準票 你要把自己賣掉 才有錢買準票出國 沒有人搭便車 對不對 你要出國要借準 借準要買準票 所以要先把自己賣掉 要讓仲介賺錢 像現在越南菲律賓來跟台灣做外勞 也要仲介 要讓仲介賺錢 他們這個仲介 那個叫什麼 叫蝶館 其他人的仲介給蝶館 他們都蝶 全門在整頂裡給蝶館 他們的蝶館 就看得出來 這就是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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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子裡面都是蝶 你跟我說你是龍的傳人 這就是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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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蝶館 八國聯軍的時候 不能夠贈錢 人們自己吧 要用彈藥 用彈藥 用武器 他們太袖 只要給他們有一口飯吃就好了 这是日本來台灣的時候 壯 大家都騎买 這不是叫做 軍隊 今天人來台灣的時候 旁邊這個小朋友就笑到你知道嗎 喔 這種人說的這個部隊 這不是叫做部隊 旁邊來又旁邊這個部隊 這是說的這個部隊 這是說來關我們台灣人 關我們這些台灣人先進的所在 所以真的的文化是很壞的文化 他們的文化由問理就可以看到 他們說這愛有心 才會愛對不對 現在因為中國人都沒有愛 既然人都沒有愛 所以他們叫他的先生太太叫什麼 因為他沒有愛就叫愛人 你不記得他們如果說這裡不要小便 這裡就大家都在小便 他們也在進步喔 他們說現在要愛 不需要有心對不對 愛怎麼就要有心 愛要有體力 還要當朋友 對不對 當了朋友以後才能做愛嘛 如果說到愛國 我看我最愛國 這個人死的時候 好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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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站在排隊 排四點多前 看他最好一邊 這是國父紀念館 好喔 那時候目塞老目塞在這樣 熱愛國的耶 這個世界偉人齁 跟那個 民主救星叫死去了 好喔 我熱傷心的耶 那時候吵吵 哇 電解 咬死去的時候 我沒靠這麼嚴重 唖看我們 娜娜娜 我就會幹 那時候 我還沒作成兵前 我做工作 做寵床 放棍兩隻手指甲 golden 束也 Jak finals 啊 完蛋啦 這個好難喔 當不了兵啊 看我老子要看 結果 去到部隊 調去到部隊說驗退去病醫 還要再檢查 醫生說你這個還可以開槍 去擔兵 那時候聽起來很開心 好難又可以擔兵了 結果有三年 這美國作家莫爾蜜勒說 有一次在台灣杜魯門總統的時候 杜魯門氣得大罵說 他們都是賊 個個都他媽的是賊 他們從我們送給講的 38億美元中 偷去了7.5億 他們偷了這筆錢 而且將這筆錢投資在巴西的聖保羅 以及在紐約的房地產 所以我最愛過 死後 再來我了解後 從小英似小豬開始 我剩下之後 就精神了 就知道我愛不到國 所以 這個 這個好像陳旅巡 什麼 他說台灣通過 最大的加稅案 縮小貧富差距 說得很好聽 其實 就是要加稅 跟你說要縮小貧富差距 說得很好聽 我們其實 我們人類 最大的願望 你如果一看到流星 你最大的願望是什麼 世界和平 亂亂講 你們都不會騙 都還是說環遊世界 對不對 世界和平 其實那是謠不可及 這大家都知道 不過 如果要世界和平 要法律達成 如果要環遊世界 更簡單 環遊世界現在 只要買大一點的螢幕 電腦放好一點的 3D的螢幕 好喔 看你要去哪裡 Google一個 打下去 去哪裡都帶你去哪裡去哪裡 對不對 這樣就簡單嗎 中開不用五萬塊 如果世界和平 很難達成的 要怎樣 要法律 所以 流星一下來的時候 不要騙 說你什麼世界和平 要說假的 歐巴馬他說 你們新一代的人 的任務是什麼 對這個新的世界 要做出反應 你們面臨的問題 不是美國是否會領導 而是美國 將怎樣領導和平和繁榮 並在全球泛園內 予以發揚 我的底線是 美國必須始終引領這個世界舞台 如果我們不這樣做 沒有人會 所以很簡單 誰在領導這個世界 很簡單 世界和平呢 就是要美國來 美國 好 你輸入侵略克里米亞 沒關係 我先不用打你 先把你制裁 我一國制裁不夠 好 我聯合歐洲 對不對 歐洲不夠 好 我們趕快把石油給壓下去 石油價格 你們以為真的生產一多 石油就降價了 這是美國的政策 很簡單 出口很多石油 我就把油價壓下來 你輸了經濟就切下來 很簡單 你以為美國的油真的抽完了 真的有什麼新科技 業員有 他只是油庫裡面還不用抽 用的時候再抽就好了 世界和平要用這個來達成 用什麼 國際法 戰爭法 這些法律怎麼規定 佔領不可以移轉主權 你如果佔領可以移轉主權 只要有一天我的武力比你強 我就佔領你 你就變成我的 那這樣全世界 永遠沒有安寧的一天 所以萬國公法裡面規定 佔領不可以移轉主權 你佔待久 你都要退出去 像那個以色列佔領加薩走廊 38年 聯合國還不是要叫他 你要退出 你要還給人家 流亡政府 不可以就地合法 如果可以就地合法 他想要流亡到美國 對不對 我美國地大物 我流亡到美國 就地合法 美國不可以便利 如果印度的達蘭沙拉 怎麼變達賴老邁 所以法國也曾經流亡過 對不對 法國流亡在倫敦 比利時也流亡在倫敦 他不能說在那邊合法 韓國也流亡在上海 土伯流亡在達蘭沙拉 他把你教的 西藏流亡政府在印度 所以他把你教的都不對 教不對你不感覺得 因為他把你教大路 大路一直大路 大路到你的 就以為他的路真的很大 全世界大路 稱為大路的 有六個大路 只要比格連蘭島大的 都叫做大路 南美洲北美洲大陸 歐洲大陸 歐亞大陸 南極洲也是大陸 這些都大陸 都比大陸還大 不然就是大陸 才是唯一的大陸 全世界有六個大陸 戰爭法裡面 規定 佔領不可以一轉出錢 有沒有 戰爭法你不要以為 戰爭法有這本書 你到圖書館去找不到 戰爭法這本書 到書局也買不到這本書 戰爭法是用這五種法律 綜合判斷出來的 第一種是海牙第四公約 第二個是諾米爾和平公約 第三個是紅石智慧總會章程 有關戰爭的部分 第四個是美國陸軍總署野戰手冊 三千多條 第五個是美國的最高法院的判例 還有慣例 還有慣例法 這些綜合起來才叫做戰爭法 所以你跟一般人講什麼戰爭法 沒有人聽得懂 哪有什麼戰爭法 戰爭法就是這些綜合起來 才叫戰爭法 所以流亡政府來台灣以後 為了要迷惑你們台灣人 很簡單 讓你們選舉 普選了以後 喔 嚇到你灰色 你睡不著看沒有 這個選什麼人 對不對 這就是政治戀意 政治 你在自己在政治戀意裡面 你不會覺得 你在政治戀意 那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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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選眾人說 必須長說 他會輸八十萬票 有沒有 那時候 我們在聽的時候 都把他當作耳邊峰 八十萬票 我們在說什麼 那時候他氣勢多好 他如果輸最多 輸三萬票 而已 氣勢多好 結果 必須長說 CIA 他會輸八十萬票 我們那時候 大家都不信 那時候 在旺年會的時候 在這裡說 說完了 那時候連陳天也還沒去 說完的時候 結果 七十九萬六千幾票 他講的最名言就是這樣 中華民國是流亡政府 他明明就知道 明明知道 他還會說 中華民國等於台灣 台灣等於中華民國 那真正是 比較正的就是這個 英文等於英國 我們怎麼知道呢 全世界所有的國家都一樣 公民才有權利選舉 你不是公民 沒有資格選舉 要怎麼樣成為公民 第一個 要宣誓效忠 要連滿 要合法 國民是不能選舉的 你們現在知道 中華民國國民身分證 是只有國民而已 國民是不能選舉的 國民也不用當兵 公民才可以當兵 結果 你們都 做到國民去了 那時候 我去養一隻小豬的時候 剛才送去的時候 剛才進來民進府 聽到秘書長說 豁然開朗 小豬全 抓回來自己殺 小豬 那時候小豬 總共收十四萬三千幾隻小豬 這些志工 連夜開心 取錢 取到腰痠背痛 總共 總共 拿兩億元 這兩億元 就問說拿來給民進黨做黨會 小英 6個自己拿下去 對不對 他哪有可能拿給民進黨 民進黨 有政黨補助會 小英 又拿到什麼 600塊 9萬票 1票30塊 230塊 那是有包括政黨補助會 他個人是得30的 對不對 所以他 也得了好幾億啊 所以他很喜歡選 比種樂透還多 對不對 每選一次就種一次樂透 多棒 所以這個志工喔 在台低的時候 大家都也發頭笑臉 有沒有 台到笑聲也很開心 沒開眼笑對不對 他們說小英輸了 小英輸了喔 他人家幾乳 他就是怎麼會輸 林輸啊 那如果國民黨呢 國民黨哪有看到那幾億啦 你 你 那小英輸了那幾億喔 我放一個圓圓就沒有了 對不對 所以國民黨哪有在看那 那是本來你 濕濕啊 就有牛義毛 他們只要啊 辦個花展 蓋個貓籃 找個魚刺院來吃一吃 對不對 炸炸糊 蓋蓋這個拉法院 賣賣拉法院 還有P3C APACH 這每一個都幾百億耶 APACH買回來說可以 洗頭一敗就去拔下去有沒有 你告訴別人說你不能洗 你只要洗 他叫什麼啦 會用阿包氣 對 阿包氣是 有公司 有公司 對 阿 叫你不能洗 他說他一條路線還沒到 阿你不行 結果擲在浪潭 有沒有 叫你不能洗 你只是立保護費就好 知道嗎 聯合國武器貿易條約 限制喔 限制啊 限制啊 限制所有的國家 你不可以隨便會賣武器耶 美國簽署的條約 但是能有在國會批准 中國和俄羅斯沒有簽約 但是沒有簽約 並不代表你不需要遵守 一樣要遵守 這就像你住在大樓的公寓 那就像你住在大樓的公寓 我沒有去開會喔 那個管理委員會我都沒有去開 管理會一樣要立 對不對 那不是說你要立管理會 我沒有去開會就不用繳管理會 沒有那就是事情 你沒有去簽你 也是要遵守 這就像住在地球村裡面 你就是要守公寓大廈管理法 就是戰爭法國際法 這都要守 他要求所有替野國 要設立武器出口的管制機構 評估出口武器是否違背 國際軍營的規定 是否用種族屠殺 還有其他的戰爭罪行 什麼是戰爭罪 來到台灣 叫你所有的人都要說北京的 這就是犯了戰爭罪 他要把你種族滅絕 要把你台灣人 殺光 統統變成吉那人 這就是變成戰爭罪 叫你台灣人 台灣人是日本人 去做中國兵 就是戰爭罪 叫你立稅 就是戰爭罪 他這些武器要管制落入恐怖分子 或是犯罪組織的手中 什麼是恐怖分子 西亞磊說恐怖組織有三個條件 第一個條件是什麼 他不是國家 第二個條件說他有武器 第三個條件到處徵兵 民間組織 他不是國家 很奇怪 這個什麼 美國說這是民間組織 對不對 他用IT跟他指摘 所以是民間組織 民間組織就是恐怖組織 他不跟你說他是恐怖組織 因為他賣武器給他 他賣武器給他 他當然不能說他是恐怖武器組織 一位中國的軍控問題專家表示 中國雖然沒有簽署表約 但一直嚴格遵循聯合國武器登記的申報制度 保證武器出口的透明 這就是真的人 他們從來不誠實 都在說謊話 七大工業國有什麼 開花後關注南海 和東海的局勢 聲明這些國家 要提出主權的主張 應該都要通過國際法 來解決糾紛 使歷史的問題 演變成政治問題 為什麼 中國人一直說我們祖國 祖國南海就是我們的後院 他們的祠堂 他們說南海是祠堂 你明明的歌浪給人家天皇 你是在祠堂這樣 對不對 你的四十五的國土 跟每一國都有糾紛 既然這個國港 四周圍喔 跟所有的國家通通有糾紛喔 你不覺得奇怪嗎 你不覺得奇怪嗎 你們家啊 如果是你跟隔壁 都一種在經這間便租誰的 這間客廳誰的 這間房間誰的 這樣你這樣會大 你根本就不像我 人人很自在 你不覺得奇怪 主國長城外面就是我們的 說得很奇怪就好 所以人家 美國怎麼說 這全世界先進的國家 他們說 我們深切關注東海和南海緊張的趨勢 反對任何一方 單方面企圖透過恐嚇 脅迫或武力來解決 呼籲所有國家要遵循 國際法來解決主權的爭端 這就是國際法 其他人都說哪有什麼國際法 拳頭最大的最贏 事實上也是拳頭最大最贏 沒有錯 誰的拳頭最大 他們還以為他們拳頭最大 在六方會談的時候 六方會談就是 中國和北韓和蘇合 日本和韓國 這邊是美國日本和韓國 六方會談的時候 中國很難 這個全世界沒有什麼國際法 拳頭最大的就是贏家 美國就說 不好啊 你就是我美國最用嗎 阿強跟他問說 不是你沒什麼 他說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人家就二十九台的航空武甲 美國現在才十一台而已 你就是我最用嗎 中國人不知道他在說什麼 你不是最用 沒什麼最用 這奧巴馬說 中共搭了三十年的便車 對他必須要強硬 搭什麼便車 中共在國際事務上 一直在搭免費的便車 已經搭了三十年了 沒有人指望他們能做任何事 這就是人家 全世界沒有人在怕 中國人能做什麼 很多人 他們都不願意盡一點自己的義務 他們不知道 哪裡地球要盡義務 你哪裡這棟大樓 你要盡義務 你住在這個國家要盡義務 他們沒有這個觀念 他們說 我自己好就好 我的血掃乾淨就好了 別人的瓦上酸關我什麼事 他們就是自私自利 因為國務卿也在雞尺面發言 要遵守國際法 在南海的爭端 各方應該克制 不要採取加劇緊張的行動 中共則表示不接受美國的提議 對此美國國務卿回應說 中共在南海的侵略行為 才是煽動南海不穩定真正原因 所以 全世界都知道你是侵略的行為 中共就是在侵略 全世界都知道只有一個人不知道 對不對 他的專友平台 去到南海要操遊 很簡單 奧巴馬卡一通電話 喜愛賓 你不移走 很簡單 打乘就好了 馬上就移走了 對不對 這台981的鑽油平台 南韓就是台灣以後我們的油庫 整個油庫套去釣魚台 那台油線套去釣魚台 釣魚台的油線又套來台南的官田 你們知道中油在台南官田的五歐四口金 上網搜尋一下 每一口都有油氣喔 為什麼要放起來 因為不是中國人的財產 油是我們台灣人的財產 它不可以抽 它可以探勘沒關係 你賺油了幫我們賺 幫我們看看哪裡有油 沒有關係不可以抽 所以我們要放一口金 可以供應台灣兩趴的用量 以後我們執政以後 挖五十口金 我們就不用進口就油了 挖一百口金 還可以外銷中國 連鑽也不用擀一條油庫 去到中國就好了 然後中國用油用最多嘛 我們出生油最多 比較煩惱的就是 現在電動汽車 不用吃油比較累 還沒